好 歡迎您回到新台灣家有的現場 來看這個 剛剛其實民調大家有談到 其實這個 說起來蘇嘉全秘書長來台中選 我今天是承擔的意思啦 為什麼 因為民調其實相對比起胡志強 這個可以說是五都裡面最亮眼的政治明星 是差很多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聯合報的民調 聯合報的民調在3月份做的時候 胡志強55%的支持度 蘇嘉全只有23%的支持度 那麼發生了這個黑道事件之後 槍擊事件之後 差距是在拉近當中的 已經從32%的差距拉近到了22%了 我想民進黨中央現在有在做民調 來了解這中間的選情變化 TVBS5月25號做的這個民調 跟蘋果日報所做的這個民調 其實差距都還是相當的高 31%甚至25號做的53%比35% 其實是大的 那麼到底為什麼 一個對台中沒有淵源的蘇嘉全 會選擇來到了台中市選 這贏民看起來是真正的 那麼所以一般人剛開始期待是說 是不是在民進黨五度佈局裡面 稍微牽制一下胡志強 不能讓他衝藍衝衝衝衝衝 衝到民進黨傻眼 那為什麼就是說怎麼樣思考 因為你決定要參選的時候 還沒有發生這個槍擊事件 就是說還沒有出現這樣的一個重大變化 怎麼做決定呢 是 民進黨在提名九人小組 大概都有一個共識 我們要找一個最有勝算的人 換句話講就是差距最小的人 那我就是那個差距最小的人 所以我一定要去來承擔這個責任 但是我不覺得中央黨部徵召我 我是去犧牲 我不覺得我是這個樣子 我跟主席說 主席 我一定要幫民進黨打贏 這一次台中的選戰 而且只要我能贏的話 民進黨五都就會全傷 所以只要這個我們大台中的市民 能夠檢驗我的過去 看我過去 擔任過的職務 我的表現 給我機會的話 我就會當選 那我當選 我絕對不會讓我們的市民來失望 來看 這個胡志強的這個民調 這算是這個外患 他的民調是掉的 受到這個治安事件 你想大家去輸購 市長做到高檔 你治安不如成這樣子 我們是不是要換黨換人 換機會做看看 但是另一方面 他還有所謂的內憂 今天的聯合晚報 就講內憂是什麼 他在台中官 紅派還沒有搞定 紅派想要支持這個料料 也出來參選 結果 這個最後 這個料料也被留在中央了 胡志強來選 他現在台中官的部分 還有內訪的問題 沒有辦法來處理跟解決 但是我們回到來看民進黨 民進黨有沒有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內憂 因為內鬥是最嚴重的 其實林佳龍先生他經營這麼久 他現在突然跳出來選 他經營這麼久 他的支持者可以服氣嗎 他的支持者願意支持你嗎 好 我剛才說我有機會贏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大台中縣市民進黨這次非常的團結 不管是佳龍還是郭聚明 還是我們過去的立委 還是現在的議員 全部一條心沒有第二個聲音 所以我在這裡對於 不管是佳龍還是郭聚明 還是我們所有的大台中縣市的 過去我們的 還是現在的民意代表 我們的政治人物 我心裡都非常非常的感激 你看我到台中 所以林佳龍他是歡迎你來的 是 佳龍他是... 你看周錫瑋他現在會不會擔任 這個盧利潤的競選總部主委 是 佳龍我也跟他談過好幾次 其實我一開始 我也是鼓勵佳龍來選 那佳龍他一直在評估 到最後他親自跟我講 他說他有開過家人的會議 決定要退出這一次的 市長的一個爭取 他鼓勵 他說如果我去的話 他會全力來支持我 所以他跟周錫瑋自於台北線 走的方向 你認為是不一樣的 沒有那個委屈就對了 沒有這樣宣布退選就對了 而且我還一再跟佳龍講 如果你心裡有委屈 你要跟我講 我會幫你來協調 整個大台中縣市 全力來支持你 但是如果你覺得我可以去 你願意來支持我 那我就要承擔這個責任 那佳龍他一再就跟我講 他絕對會全力來支持我 所以我想我們台中市 台中縣這一次 是非常非常的團結 我去我就感受到了 你感受得到 所以說這次你選的時候 這個 胡志強他可能有紅派方面的壓力 他還要好好的去處理 是 民進黨目前在大台中地區 是沒有這種問題 沒有 我現在就在我們的 黨公職的全力支持之下 開始邁步前進 進行我的進行的活動 但是大台中縣市你民進都沒有別人了 你跟台中也沒有淵遠啊 等一下人家會打一個文宣 一直點著燈籠問你會不會迷路啊 是 好 謝長林當時到高雄市 還是蘇貞昌屏東人 他當屏東縣長 到新北市 當當時的台北縣長 陳菊到高雄市當高雄市長 人家經營的時間至少一年兩年 也沒有 謝市長大概就在一年內 當時他就到高雄市 那我這一次是比較短的時間 跟他們當時的狀況會比較不一樣 但是我相信 如果全國的鄉親幫我拉票 我會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讓我自己不迷路 所以你坦白現在可能有迷路就對了 現在當然剛開始 你看我到台中才三天 那我已經三天之內 你看我跑過了多少的村裡了 我了解了多少台中縣市的產業了 至少我相信在一兩個月 我會徹底的融入整個台中縣市 而且我跟各位觀眾 還有主持人報告 我已經在楓源市睡了兩個晚上了 我都很擔心我跟我太太會睡不著 但是沒有想到 我們都一覺到天亮 我就跟我太太講 我們兩個好像蠻適合來台中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非常好睡 沒有所謂的水土不服 我太太就一直笑 所以我想 我當然懷念我屏東的故鄉 屏東是你講 你說我不懷念屏東也是騙人 但是我一直認為 蕭美錦講過的一句話非常地對 他說心在哪裡 故鄉就在哪裡 我把我屏東當成我過去栽培我的故鄉 但為了整個 比如說是台灣的理想是比較大了 是為了黨的理想 還是為了我個人 願意將我過去的經驗 來到一個城市來擔任CEO 來治理 來協助服務 我覺得這也是我一種的責任 所以到台中縣市 可以變成我的新故鄉 你覺得台中縣市可以變成你的新故鄉 但是我們看到蕭美錦呢 他去花蓮選舉之後 大家問說 你是不是選了 你還沒條例的路跑 是 那現在同樣的難題到你身上了 我可以 我 選完之後 當選當然 沒有問題 就是我沒有選上的話 我也會把台中縣市 變成我第二個故鄉 一個人是可以有兩個故鄉的 我們在外 蠻多的我們的小孩 都是從南部到北部 你看過年過節 他還是回屏東 還是回高雄 但是平常他就要在北部來打拼 我也一樣可以 我把屏東當成永遠的故鄉 台中縣市變成我的新故鄉 現在是這個樣子 以後也是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 就是說 民進黨有時候也是可憐 怎麼說 沒錢 我們昨天討論政治獻金 人家國民黨的政治獻金 是民進黨的20倍之多 那麼 好 我們以蘇家權 他29歲從政開始 一路這樣走來好了 第一次最敢挫敗的經驗 是選先議員沒有選上 對 但是接下來一路是順利的 是 如果這一次 你大台中地區沒有選上的話 好 你會把大台中當成你的第二故鄉 但接下來的政治生涯 有什麼樣的一個規劃呢 因為不像國民黨 很多工作可以安排 民進黨好多黨工人員 都寫在這義工嘛 是 那家人怎麼能接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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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